有人说,阳光和小雨是最珍贵的礼物 细雨绵绵的山谷中,川流不停的溪水与满眼金黄的稻田 是这个秋天给予我们最美的馈赠 从北京自驾三个多小时 在承德龙化有一处世外桃源般的热河谷温泉度假区 这里山水俱佳,植被丰富,自古便是难得的避暑胜地 热河谷之所以得名,还因为这里拥有纯天然的地热温泉 建筑师青山周平设计的森枝谷温泉馆坐落其中 让这里又多了几分治愈系氛围 热河谷温泉度假区里不仅有温泉酒店、网红咖啡 还有一片与美景相伴的露营地 在森林河谷的怀抱中 跨客热河谷野蛇营地简直就像是宝藏般的存在 秋日的稻田变成一望无边的金色油画 躺在帐篷里听着虫畅挖鸣 抬头就能望见满眼丰收的金黄 在森林山谷间,在溪流稻田旁 开启这个秋天的第一场露营吧 户外露营最重要的就是要解决充电问题 幸好我带了正号的锐系列River Mini便携户外电源 它可是正号体积最小的户外电源设备 轻松便携,单手可握,也能放在背包里 River Mini的快充技术一个半小时就能够充满 还新增了无线充电模块 笔记本电脑,投影仪,飞行器都不在话下 最多可同时为7台设备充电 自驾旅行或是户外露营带上它 让你在大自然中随处都可以安家 我连你系列River Mini便携带 他的讯划 我连你系列River Mini便携带 我连你系列River Mini便携带 我没关系列River Mini便携放